7月3日有迹象表明全球石油经济再度陷入动荡 消息表明欧佩克将于7月5日至6日 在维也纳召开关于石油行业及其前景的研讨会 参会者包括产油国的能源部长 以及几家跨国能源巨头的高管 按以往流程 此来会以往往是向全球媒体公开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 根据声明 欧佩克将三家美英主流媒体拒之门外 这也是继6月欧佩克家关于石油政策会议 拒绝美英相关媒体进场后 欧佩克第二次拒绝和阻止有关美英媒体入场 欧佩克秘书长海塞姆·盖斯此前回应称 这是我们的地方 我们决定用这种方法实施我们的媒体战略 欧佩克再次阻止美欧相关媒体的最新声明 预示着欧佩克本次研讨会 或将不仅仅是石油行业及其能源前景方面的议题 可能涉及到包括向美国供应原油策略 甚至或研讨与石油货币有关的 对美元和美国经济来说较为敏感的话题 比如全球石油国们或将进一步反击美元霸权 并探讨关于石油美元协议的去留 而一旦欧佩克家的23个石油国 关于放弃石油美元协议的相关议程 取得某种阶段性的进展或突破 将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冲击美元霸权地位 事情的另一个新变化是 7月3日的另一则消息显示 沙特正收紧对美国的石油供应 可能会即将开始大幅削减对美国的石油出口量 并且或将收紧对美国出口的单独产能 此举将导致数周内美国市场无成品油出货的景象再现 以及美国稍有缓解的高通胀指数或再度上升 而就在这个时候 继白宫死前为应对美国去年以来一度高达9.1%的恶性通货膨胀 进而释放大量战略油储 出售了创纪录的1.8亿桶石油 是美国战略石油储备降至1983年以来最低水平后 截至6月30日这周 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已经连续第13周接近耗尽的水平 与此同时 最近几周美国石油钻井平台数量大幅下降 目前处于一年多来最低水平 而美国能源部6月30日表示 为战略石油储备购买了320万桶石油 据悉白宫计划今年总共购买至少1200万桶原油 以补充战略石油储备 并宣布将以72美元一桶或更低的价格购买石油 因此对于近期布伦特原油价徘徊在75美元以下 包括沙特在内的产油国们纷纷认为 这一幕后推手可能是美国交易员通过操纵手段 试图压低国际油价 进而榨取产油国们的利润而造成的 与此同时 美联储始于去年3月的10次加息 将联邦基准利率推升至5%至5.25%的40年高位 并且美联储主席鲍威尔6月再次明确表示 还将继续加息这些超级鹰派的美元货币政策 也正在让沙特等产油国不得不与美联储操控下的 强美元利率进行对抗 因为目前布伦特原油以美元计价和结算 当美元汇率走高时 则意味着包括期货原油 现货原油在内的一系列大宗商品价格 都会因此而不得不走低 相当于美国通过美联储的超激进货币政策 强行用汇率手段压低了产油国的利润 这也引发全球产油国们纷纷不满 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 沙特的原油财政盈亏平衡点超过80美元一桶 也就是说油价在目前75美元一桶的水平 可能沙特等产油国面临出口赤字 显然意见的是 在原油的价格和产能以及货币政策的角度来看 此时美国经济的诉求与沙特等产油国的目标 处于完全背离状态 同时迫于石油美元协议以及美元霸权的特殊存在 这些产油国基本处于相对被动的状态 这就解释了 自去年10月以来 欧佩克家的产油国们 已经纷纷宣布了三次集体自愿减产 甚至沙特在此基础上又单独宣布 于今年7月再减产100万多每日 相当于原产量下降10% 此举将使沙特原油每日产量削减至900万桶 为2011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而事情的最新进展是 7月3日的最新消息显示 沙特将自愿减产100万桶每日 延长至8日 减产后 沙特石油每日出口量将不足600万桶 与此同时 沙特石油部还宣布 这其中大部分原油将运往苏伊士运河以东地区 这意味着美国和欧洲将面临来自沙特石油供应的 急剧减少 这对于战略油储已经见底 并急御用较低油价采购石油的美国来说 接下去的低价采购策略并不容易 而且考虑到油轮从沙特到美国需40天 分析认为 在截止美国本财年最后一天 2023年9月30日 美国的石油储备并不乐观 沙特启动该国第五次减产后 这一计划祸害将继续延长 直至油价达到80美元一桶 甚至更高的价格 更加值得注意的是 作为欧佩克的主导国 沙特以赛6月时 将欧佩克家的整体减产目标 延长到2024年12月31日 这一时间节点也非常微妙的 与美国此前31.4万亿美元债务上限 陷入长达5个月的僵局后 被延长至2025年1月1日的时间相重合 这也是沙特等石油国明显 向美国债务经济模式亮剑的关键信号 要知道2024年美国经济将面临包括大选在内的 一系列不确定性和2025年的白宫经济团队的变化 美国新一轮债务上限周期 得以延长到这一时间的深层原因 也正是便于维系目前美国经济团队 得以实现借心还救的目的 因为只有源源不断向全球发行先债券 而获得大量资金流动性 才能够支撑包括采购大量石油 储备在内的一系列美国经济运行 而沙特等产油国们非常巧妙的将整体是奸战时间 延长至2024年年底 已经非常公开的是在对美国向全球输出赤字的过程中 为石油国等商品带来冲击波发起的反击 分析认为 从美国目前与沙特主导的欧佩克一系列产油国之间 陷入的不可调和的市场冲突来看 7月欧佩克会议第二次阻止美英三家主流媒体进产的原因 似乎也不言自明 这些产油国不愿意额外向美国透露更多与优势相关的续节 甚至沙特等约大臣阿布杜勒阿奇茨本萨勒曼秦王也多次警告 要让做空高佩克油价的投机者感到疼痛 他们需要小心 多方分析认为 这一言论的重的投机者似乎正在剑指美国经济 而对美国来说 来自沙特的重磅级警告则是 6月有消息称 相关机构通过泄露的五角大楼文件显示 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此前直接威胁美国称 与石油生产有关的决定会给美国带来经济灾难 而上述种种现象不断刷新半个多世纪以来 人们对沙特作为石油美元协议的主导国和执行者 突然向美国经济体系说不得反转式变化 相当于沙特在美国经济最需要大量采购低价石油的时候 制造了一系列障碍 而这背后的核心逻辑正是 在美国不断将美元武器化过程中 全球石油货币体系正在面临重塑 有美国记者已经将沙特拒绝相关要求称之为响亮的布 要知道1974年沙特与美国签订石油美元协议 并同意将美国国债纳入其外汇储备 引发全球石油国们纷纷效仿后 才提升了石油美元美债的国际地位 也成为美国经济在全球轻松获利财富的密码 并由此开启了美国经济不断利用金融和货币制裁方式 限制多个石油国的美元霸权进程 而在美国对伊朗、委内瑞拉、俄等石油出口国发起种种金融限制后 非常不可思议的是 过去几年间美国已经将这一美元霸权之手 渗向了包括沙特在内的其他产油国 比如美国国会数周以来一直持续讨论一项名为NOPC的法案 意在剥夺沙特等欧佩克国家的石油定价权和话语权 法案还提议将使美国能够随意没收这些产油国的一系列资产 毫无疑问 这一正在商讨的法案已经激怒了沙特出道的欧佩克家的全部产油国 沙特在1979年、2014年和2018年 相应了美国对石油市场呼援的援助 但付出巨大的代价 因为沙特最终从美国这里得到的仅仅是40多年之后的NOPC法案 也是美元霸权展现的淋漓尽致 今天的沙特已经意识到美国经济和美元是不可靠的 如果不提前反击 自己可能有一天就会成为被美国制裁的新目标 因此沙特则去年以来已经多次公开宣称 不再接受美国的号令 并表示沙特够将在接下去的某个时候终结石油美元协议 美元是核心选项 而多个进展也表明沙特正在持续为终结石油美元进行多个布局 比如沙特不断将经济与货币目光冬移的同时 已经在今年3月与伊朗在北京合结 另有美国机构称 沙特已经在部分石油交易中直接接受人民币付款 并且多次表示希望加入金砖国家 而按英国前央行行长马克卡尼的说法是 中国的石油人民币期货已经为全球商品货币提供了新的选择 做到了包括日本、欧洲、印度 以及多个产牛国等多种货币尝试多年 试图替代石油美元却都没能做成的事 自2018年石油人民币期货开始国际交易以来 已经成为全球前三大原油期货之一 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 此前受到美元限制的伊朗 得以通过用人民币替代美元外汇地位的方案 冲破美元限制 对此美元资深议员格雷厄姆证实 伊朗石油出口无降反增 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已经落空 而综合路福特、开普勒等多家传议数据 自2018年美国对伊朗开启新一轮制裁以来 至少高达4700万吨伊朗石油 已经分批运抵中国市场 分析认为沙特似乎看到了 离开美元是可以交易石油的 也看到了伊朗因为冲破美元限制 并用人民币成功替代了美元的外汇地位 以及俄也在大量石油交易中直接用到人民币 实现了冲破美元的质故 石油美元并不是万能的 没有美元就没有石油的时代是可以运转的 这一系列现象都加速了 沙特紧快叫停石油美元的进程 我现在就没有石油的进程 但是我没有石油的内容 对方来说 现在就把这种东西放入